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聊一下摄影的LED照明灯 NY300Air 第一件事 这个照明灯是它买来的时候是不带电源的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用这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 索尼NP系列的电池 这样插进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release的按钮 如果是在室内拍摄的话 我们就用12V的电源 就是这种 今天我在室内展示 我就用这个普通的电源 这个照明灯相对比较简单 设定的话也不难 这个就是它的开关 OK 然后你就打开了 那这个开关同时也是一个调节的旋钮 这边旁边有四个小的按钮 第一个是电池 因为我们用电池 它就可以测试电池 还有多少电量 因为我们现在用着DC的话 直接它就不显示 你要用普通的电池 可以显示你的电量 那下面这个实际上是调节数用 你调节的时候 在室内调节数是很快的调节呢 还是这个就是比较精细的调节 一般比如说这个就是比较 一下子调到很快的 然后呢 这其实要调光亮的 那这里还有一个按钮呢 是调你的色温 就是说你的光照出来是日光的话 就用5600 那温暖一点的光的话就用3000 有的人是希望说我在暖光用一个数字 在这个日光用一个数字的话呢 比如说89 我现在做这个暖光就是32K 好我们就设定好了 然后呢 我这个56K的话我用稍微小一点 不想那么亮 调到29 按下去 OK好了 那你再看回来的话就是89 在这就是这样 29 在这个就是日光的情况下 平时在摄影棚里用的话都是用日光的 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简单 虽然说一个设定这个按钮不是很好 不是经常用 就是你提前预设在冷光的情况下多少多少这个光亮 在暖光的情况下多少光亮 但如果说在实际用的时候你还可以接着调 这个照明灯一个这个固定的方法 那就是它有一个可以连三脚架的螺纹在下面 这三脚架的螺纹 还有可以连接这个冷靴的slot 那这个有点类似 Gopro可以搬上搬下 OK今天聊的就这么多 那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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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